我再跳起來 然後灌那個醫生的頭 因為太痛了 然後我就再也不願意嘗試 又辣除毛 然後 可是我也不敢去嘗試 雷射除毛的原因 是因為我有聽過一個都市傳說 我聽過一個都市傳說 他們說 雷射除毛很像拿打火機在燒你的妹妹 這是我聽說的疼痛程度 所以我今天也想要請醫生 好來解釋一下就是 我們先說那個蜜蠟除毛的風險 毛囊炎到底 普不普遍是十個 會有八個這樣的症狀產生嗎 其實啊 就是自己除毛 然後可以振作 去看就是各種的紅種 的人其實蠻多的 就是不管你是用刮的造成的刮傷 然後刮的方向不對 毛囊有道差 生長方向錯誤 然後造成的毛囊炎 或者是說 如果你剛刮完之後 它會有一個小小的刺刺的毛髒 然後就會造成你的搔癢不舒服 去燒刮 然後甚至最後變成了 臭層沉墊 那拔的也會有一個 就是拔出的方向不對的時候 造成它整個毛髮倒茶的情況 那這種情況 毛髮內包就也很有可能會產生毛囊炎 那毛囊炎一般我們就會很難是說 萬一就是感染的風險是真假的時候 因為我們除毛的地方 其實常常都是在一個 悶熱不舒適的方向裡面 那毛囊炎有可能最後感染變比較嚴重 也點電成 紅毛性組織 也不得不常吃 那像蜜蜡或者是用一些 蜂蜂劑 它們在敷道皮膚保險的時候 一個就是有可能 造成化學器物多傷 那另外一個就是 有些人 你做椅子就開始感染會過 就會造成過你的反應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長時間去接觸這些化學藥品 那有可能經由皮膚去吸收 這就比較長遠的影響 就比較難說這樣子 所以其實自己除毛 有蠻多明顯的 那可以的話 當然 雷射除毛 它不能說是完全不同的 但雷射除毛 它現在非常的激固 我們的每一種仪器 幾乎都有一個 減緩不同的方式 那其實這種疼痛 不到說什麼 用大火機器上面那種 欸我真的聽說 他就說他做一次之後 覺得超痛 他就不敢做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個人的 耐痛程度是比較 第一個類型 對其實耐痛度這個蠻主觀的 但是現在的機器都蠻經過 古早時候的雷射除毛 或者是賣蟲黃除毛 這種東西的確 疼痛度蠻高的 所以後來的機器慢慢研發 他們會有噴冷眉啊 會有冰敷啊 噴冷眉是什麼意思啊 噴冷眉就是我們在除毛的當下 同時會噴一個冰冰涼涼氣 那他就可以把表層的熱都把它帶走 嗯 那把他這些熱帶走之後呢 其實皮膚的疼痛感就會打你降低 所以除非你是在一個很粗很粗的毛 或者很膩很膩的毛 你可能才會比較明顯的感覺到有一個熱熱刺刺的感覺 要不然其實一般除毛的那個疼痛度 大概就是稍微有人拿細細的金金的筆刺一下就過去了 就是後面很押給的同學嘛 一直拿筆在那邊 對就是金金刺一下然後就過去了 所以其實那個疼痛度的部分都是很激實的 那其實雷射之前我覺得應該很多人也做了很多功課 比如說要開始google到一些 我應該是選VIO除毛 三個都要除嗎 還是除V字就好 還是要選什麼巴西式除毛造型除毛 這些醫生可以做些簡單的介紹嗎 其實除毛這個形狀呢 每個人想要的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遇過比較多的就是 大家會想要留一個小小的三角形 當作是一個保護 然後又可以從座房邊這樣 但是巴西式除毛呢 它是把整個區域範圍 也就是上面啊 空間下面啊 皮膚的地方 剛剛周圍的毛髮 全部都除乾淨 那也有人蠻喜歡這種乾淨清爽的感覺 那有小部分的人 他會想要去做一個比較特別的形狀 當作是給另外一半的驚喜 像是愛心型啊 鼠涕型啊 也有人就是可能會稍微做一個字母的形狀 基本上我們都會盡量去完成 尤其如果你說瑪莉你要弄個M好了 你下面沒毛 上面又有毛 本身就是這個 脫下來真的是 有些情趣 我覺得只能當事者比較了解 我脫下來也看到我當事的M 你會開心嗎 我真的是想問大家 所以醫生遇過最妙可能就是要一些字母的形狀那樣 有人幫他吸全除之後他後魂的嗎 到時沒有耶 大家的反應都是蠻舒適蠻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有一部分可能是因為 我們從小可能沒有那麼普遍的除毛觀念 所以可能有害怕說萬一我除了真的沒了 我想要我的毛回來該怎麼辦 但其實大部分都是很著迷群光的 是的 因為畢竟毛髮這個東西 在我們現在的人類型上 他就是個 也不能說無用 在元古時代他是 保護利物獎的東西 但現在其實我們有 衣服 有內褲 其實就是就算沒有這些毛髮 你還是可以覺得很舒適 我要跟大家說 尤其VIO的O O就是後面的洞洞的毛除掉 你在洗澡的時候 你會發現人生一個新天地 你會發現我的BODY可以這麼Smooth 真的很光滑 那個體驗是大家真的要體驗一次看看 那說到了 我覺得在網路上除了雷射除毛 很多人想嘗試還有一個不敢嘗試的原因 是因為 我不知道除幾次才會乾淨 可能我打到第一次覺得說 不是我的效果嗎 他又轉回來啊 第二次也有第三次也有 我到底要除幾次才會達到我預期中的除毛效用 基本上雷射的除毛呢 跟毛毛的生長期非常的有相關 那我們一定要毛囊正在處在生長期的狀態下 我們才有辦法有效的去除到毛囊底下的乾細胞 所以呢 他並不會說你全部的毛囊都同時正在生長期 所以一定是需要有一些次數的 那一般來說 私密處的毛髮大概是四到六次左右 那大概八成的人就會覺得可以得到一個滿意的情況 嗯 之後就生一些細細小小的毛髮 那規律 規格的話大概需要四周到六周就來一次 嗯 四到六周來一次然後通常四到六次是一個平均值 你就會達到你想要效果 那我們就要找哪個醫生 不然這個醫生的三角是怎樣 下面的三角是怎樣 就不一樣 不會不會我們到診所之後呢 我們在豎琴子類的時候會幫你就是 修剪毛髮跟基本的清潔 那同時也會跟你確認說 我們這次要做的部位跟範圍有多大 嗯 那所以這個部分是不用太擔心的 嗯 那之前像你說熱蠟廚嗎 好了它基本上回去的照顧不會太複雜 比如說會想說 整幾天你不要用一些清潔劑 你就是清水清潔 然後過可能 嗯 五到七天 你用一個簡單去角質 避免毛髮眼神絲去些角質 照顧什麼樣 那雷射除毛的術後照顧呢 雷射除毛的術後照顧 基本上不太需要什麼東西 那就是一個禮拜之內注意說 不要去曬太陽不曬 誰啊 誰每次騙去下面然後這樣 天庭之類的 喔 就是 不要去曬太陽 然後不能原理 然後不要使用那個皮膚 然後不要用一些就是比較刺激的 專類的產品或者是去角質 嗯 那一個禮拜之後其實就去正常工作 所以一個禮拜內什麼泡澡啊 游泳池啊 淘湯啊 三溫的那些是盡量限定 對盡量避免 因為這時候皮膚是稍微比較敏感一點點 但是也不是說你真的不小心做了一次 就會發生什麼很大的事情 嗯 這當然只是一個不好的方式 因為其實雷射除毛它非常安全 所以所有的照顧也非常的容易清除 那有沒有真的是有人他是不適合做人設除毛的 嗯 基本上所有的人都適合 嗯大概就是說 你注意一下你在要除毛的時候 你想要除毛的區域 是不是正在發炎的情況 然後就是你剛剛講的 保囊綿症在發生的時候 或者是他剛好有傷口 有感染的情況 那這部分我們會希望先避開 或者是把那個部分保護起來的 其他人在做 那如果有在懷孕的情況下 也會建議一些暫時病 不要做出類似處女的這樣子 嗯 那通常都是可能現在還是以女性除毛 不需要多 到底男性他可以走到症屬裡面說 不願意想要雷射除毛嗎 其實我們男性來除毛的患者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真的 私密處的患者也是有 嗯 不過這就是會有男醫師去服 他不能要求女醫師 嗯 他要要求 我不知道男生你會怕 我想要有媽媽的感覺嗎 媽媽我除 就他如果有要求我們還是會做的啦 我們會幫你媒合 就是願意接你這個case的女醫師 對對 因為其實醫師是不分男女的 嗯 所以我今天有聽說 因為當然有人天生毛髮比較粗 有人毛髮比較細 然後有人說你毛 毛比較黑的 比較粗硬的 雷射除毛疼痛度也比較高嗎 嗯 所以有可能男性普遍的疼痛程度 也比女生高一點點嗎 嗯 嗯其實疼痛這個東西真的還是相當主觀的 當然 嗯 我們粗黑的毛 在吸收能量方面 可能真的會比較高一點點 可是 相對的他吸收能量高的話 有可能 就會造成方便的灼傷 所以我們在做的當下 都還會去調整雷射的層數 還有看皮膚的反應 去決定說這次治療的強度 嗯 所以其實疼痛度 並不會就因此這樣高一長的度 其實大家放心嘛 就是你在這邊 會幫你敷麻藥嘛 對 降低你的疼痛 然後你躺上那個床的時候 他們會給你一些壓力球 讓你在這樣狂揉狂捏 然後醫生還會跟你表現說 怎麼會想來啊 然後幹嘛啊 為什麼要除毛 就是會放鬆大家的 己見心 對 讓你很幸福 最後一個是我自己 本身對醫師最好奇的問題 因為我知道 很多醫生都要 比如說你們有新的機器 新的產品 一定要自己去親自試那個效果跟感受 那你們的私密處處 是你們會醫生互相打對方 還是你們自己打自己呢 嗯 都有 就是大家 有空的時候就會幫忙打 沒空的時候就自己來 當然自己來稍微有點難度啊 但因為我們操作那個機器也習慣了 所以自己來也是OK 那我現在完全進入那個畫面 就是醫師互相在互打 然後進行現在很學術上的交流 說那那個能量我開到這邊 你感受如何 那個能量開到這邊你感受如何 類似差不多這樣 所以我們在挑選就是 就是除毛方式現在有很多 你剛剛提到的 你自己用光浮灶 然後用熱辣蜜辣 但是最一勞永逸 你知道最快的方式就是選擇 類似除毛 然後就像醫生說的 四到六週做一次 然後進行四到六次 就可以達到大概是你要的效果 還有一些診所的挑選 是我們需要注意的嗎 比如說我需要跟它 確認它的機型 或是我需要注意一些什麼 證照嗎 當然現在市面上這麼多的機器 選擇一個你可以信任的診所 跟醫師是最重要的 那雷射機器蠻多的 不過需要去選擇就是 原廠的機器 它的能量輸出會相對的穩定 那當然操作機器的醫師的 經驗值跟它調整參數的 一個學識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要挑選 看起來 不是看起來合格好 好怪喔 所以要挑選就是值得信賴診所 然後就是醫師他的經驗越豐富 當然他知道 越知道能量怎麼開 就可以達到裡面 需要的效果 今天非常謝謝洪醫師 謝謝 希望那個夏天來的禮 大家都清清爽爽 乾乾淨淨嘍 嗯 黑皮革 你有除毛布嗎 你有除多少多少 我想會問一下 可以不想採好不好 可以不順 可以不順 嗯 i know you